意大利是全球第一個 為了防疫鎖國的國家 全國六千多萬人 都必須要過著宅在家的日子 對於喜歡熱鬧 崇尚自由的意大利人來說 是不小的挑戰 而面對這一場 前所未有的硬仗 意大利人也讓外界 看到了他們樂觀 和互助的一面 社區的居民 在陽臺上面高歌 聲音樂家 則是以動人的歌劇名曲 來安撫人心 他們用音樂和歡笑 給彼此加油打氣 互相激勵 這一切都會過去 意大利新冠病毒確診病例 持續攀升 重症死亡人數 佔了全球死亡人數的三分之一 嚴峻的疫情 徹底改變了 意大利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必須宅在家 減少出門 防止病毒入侵 非不得已一定得去超市採買 等著排隊進入的民眾 全都儘然有序地 遵守前後一公尺的安全距離 羅馬托拉斯特聖母教堂十四號晚間響起清澈的鐘聲安慰正義疫情而受苦的民眾 隔天晚上托拉斯特社區居民的窗臺亮起了點點燭光 也有人用手機的燈光問候左鄰右舍 旅居意大利的台灣人在他們的臉書社群發文陳述他們的第一手觀察 媒體不斷重複著醫療體系不堪負荷 但更說明了刻板印象中愛享樂的意大利人 有著堅韌的一面 醫護人員在資源緊繃之際不眠不休搶救病患 隔離也沒有讓民眾變冷漠 在防疫的種種限制下 義工幫獨居的老人送餐送藥 陪他們線上聊天 也沒有忘記繼續照顧街上的流浪漢 深信喜歡熱鬧崇尚自由的意大利人 怎麼會被沉悶的隔離生活打倒 不會 第一個週末 他們就想出許多自餘愚人的活動 給彼此加油打氣 從南部西西里島 托斯卡尼 納布勒斯 到北部的杜林米蘭 每天傍晚六點鐘一到 社區居民便站在陽台上開心地唱歌 義大利知名城市幾乎都有自己的代表性歌曲和歌手 羅馬這個社區的居民16號這一天 揮舞著國旗 高唱Volale這首名為飛翔的世界名曲 奈布勒斯的社區居民週末晚間吟唱了當地歌手 Andrea Sannino的唱销歌曲《拥抱我》 影片被Sannino放上影音平台 吸引了7万3千多人欣赏 更有许多人用掌声表达他们内心 对郑宇病魔战斗的医护人员 万分的感激之情 所有公共场所全部关闭 音乐家声乐家发起了快闪表演 弗洛伦斯的南高尼玛丽丘马奇诺 在社区媒体上传了这段 他在自家阳台 演唱歌剧杜兰朵知名的永叹调 公主彻夜未眠 吸引了全球好几百万人传阅 这最后三句道出了全世界所有 正与病毒奋战人士的心声 就像意大利人在阳台张贴的彩虹海报所写的 大家不许恐惧 这一切都会过去 记者王惠文 坚持人坚力报道 好